第二个轮子当然就是说投资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中国先走到今天的话 我们大部分的金融机构 其实都是负债驱动的 什么叫负债驱动啊 金融无为两个嘛 一边是负债 一边是资产做投资嘛 这边钱要出来 那边已经要出去嘛 他自己是 他只是一个桥梁和中介嘛 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负债驱动的呢 像银行 绝大部分资金我们在银行 银行就显然就是说 以前是没跟他抢的 现在有个余额宝跟他抢 但余额宝最后把钱乘在他这里 只是增加他一块成本而已 那么以前的话就是说 绝大部分老百姓 在做的各位也一样 只有把钱乘在银行里面 那么他只要拿到这些负债 这个端口他是控制的 所以他能够 这个控制住了之后 大家要钱都要他向他要 然后呢利差呢是国家保护的 所以他就是顶型的就是说 是个负债驱动 我只要能够做到负债 越做越大越好 我银行就很赚钱 但是真正的到了一个市场竞争环境下的话 利差越来越小之后 应该是资产驱动的 就是我资产管理能力越强 我越能够越一敢于去负债 我去拿 拿资金 如果你没有资产管理能力的话 那你负债越多的话 你是负资产 你可能就要倒闭 所以就是说 资源市场化以后 他带来了一个的话 就是说 未来的话 是谁的投资能力越强 谁能够把金融做得越好 还复兴这个21年 22年 我们其实就在打造一个能力